Hey Miss DJ 來到了Hey Miss DJ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就是Miss DJ Elsa 今天我們訪問的特別來賓呢 從她的這張傳輯當中的首播的主打歌出來的時候 妳就發現說 放得好開喔 不愧是天后Jolin 蔡依林 Jolin好 Hi Elsa 我聽到妳的名字叫 我知道我今年非常的紅 萬聖節很多的小朋友都有Cosplay我 我滿街都是啊 對啦就是我啦 歡迎帶著妳的新作品再次跟我們一起見面 而且其實在很多不管是妳的MV啊影像啊造型啊什麼的 其實完全就是一個新的風貌 完全放得很開 其實好玩的東西蠻多的 對其實剛才我有跟Jolin在私下稍微再聊了一下 比如說現在不管是照片啊 還有像MV的一些的呈現 我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放得開妳超可愛的 喔 謝謝 然後妳剛剛就說其實 以前其實可能唱片公司在一些影像啊的挑選方面 還是會有一些些包袱在就對了 對可能那時候時間還沒到 跟可能專輯的樣子也不會 我覺得就是實際到了吧 實際到了 就是可以有這樣子的表演方式 嗯嗯嗯嗯嗯嗯 好 先來聽呃Jolin猜鈴的新專輯 配以這張專輯當中的開場曲喔 以這一首歌曲當開場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說這一張專輯應該妳就會有很多的呃 新的一個面向妳可以來認識一下Jolin喔 那妳現在所聽到的歌曲就是開場曲第二星是可以起真的合作 對呃 起真是自己蠻喜歡的藝人 嗯嗯嗯 然後呃 呃我我再跟她提到說 希望她寫歌的創作的方向是 我說 怎樣專輯是以女性為主題的 嗯嗯 然後這也是整個專輯的發想的主要的概念 然後她就呃馬上想到了西蒙波啊 這個第一個寫女權主義的書 嗯嗯嗯 來發揮這樣我覺得蠻棒的 嗯嗯嗯嗯嗯 好所以其實這一首歌曲我覺得再加上像這樣這個編曲 這首歌曲妳在當初聽到的demo跟後來變成了編 呃就是加之維的編曲之後有有不一樣嗎 非常不一樣 對嘛因為我也覺得說這個編曲的方向是我很喜歡的 對就是我那時候因為給小虎老師製作嘛 然後聽到編曲的時候我自己也很驚豔 嗯嗯嗯嗯 就覺得說欸 很有 應該是說很很放的開很很 感覺妳妳妳妳就在 就像小虎老師說她聽我唱的時候 她覺得很像在宇宙中心聽這首歌的感覺 哦就是很沒有任何的局限 對那妳要快聽demo然後妳也知道這個方向的時候 歌詞已經出來了嗎 對那時候其中是曲跟詞一起交的 一起就給妳了 那妳那時候在看到的時候妳有看到妳的名字被寫在裡面嗎 有啊有啊 哦 但它其實是一個含義就是宇宙的 嗯就是一跟零是 當然創作宇宙的一個開始這樣子數字嘛 然後也是一個 我相信它應該不單只是性別 我覺得它是無限的意思 所以在歌詞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超越無限的什麼完美之類的 對所以它是這個意思 當然也有一些同志也會自己就做進來了 對很好做啊這兩個數字很好做啊 妳不能怪他們 對對對所以就覺得還還蠻不錯的 大家有自己的一個畫面的構思 嗯嗯嗯嗯嗯嗯 妳有沒有覺得妳的名字這個寫音真的太好用對不對 對 越來越覺得可能性越來越多 哈哈哈 對 是 就是連上連到宇宙其實也都可以 那是沒有問題 對 好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曲啊 由呃齊珍所寫的 然後也是小虎老師的製作啊 來聽到了 蔡依林怎麼樣呈現 這樣的一個主題 就是第二性 這首歌曲呢 一定要聽齁 然後也要來聊一下 就是整張的專輯的一個構思的概念 現在所聽到的歌曲就是 超級放得開的 play我play 嗯嗯 我想要知道說這一張專輯 首先這張專輯的定名 出來的時候妳就會 欸 妳確定嗎 蔡依林是用這樣子的名字 當專輯名稱嗎 確定嗎 我想要知道說 這一個專 是不是等了這首歌出來的時候 這張專輯才底定說 OK我們想要用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做了這張專輯的一個方向 呃 專輯的主要的概念 剛開始是女演員 所以才發展 因為我覺得是人生劇場 所以想 企劃想了一個play的名字 然後黃偉文 所以企劃那時候是play的名字 嗯 就是一個有玩的概念 也有劇場 也符合我要的東西 對 但我們女性的東西 就隱藏在專輯的每一首歌 嗯嗯嗯嗯 呃然後 呃 那時候就請那個黃偉文 就說 欸那如果play妳取一個中文名字 妳會怎麼取 她就 她就隨性想那個pay字 然後因為有這個pay 我覺得很好 但那時候大家也是想說 欸到底會不會過關 對不我說我不管 對就是這個名字 好 然後就拿這個主題 給李格蒂老師去填詞 嗯嗯嗯嗯嗯 然後她寫了play我pay 回來 我就覺得欸這首歌可以做主大哥 這樣子 才去譜曲的 對 所以是先有整個專輯概念 然後 有這個pay字的發想 然後再做這首歌 嗯嗯嗯嗯嗯嗯 那呃像mv當中所呈現的 這樣子呃四個不同的一個形象 呃這個形象其實跟呃 李格蒂老師的這個詞 我覺得其實也是貼得很緊 對 所以呃是有跟李格蒂老師 特別去聊過說 欸妳是附於這首歌曲當中的 不同的女性的角色 還是說其實妳是從她的歌詞裡面 去發想出來說欸這是有這種 四種不同角色的呈現的方式呢 沒有給李格蒂老師設定人物 嗯嗯嗯 或是說我們也不曉得她會寫出 這個蠻有趣的社會現象 然後又很簡單的在陳述說 喔我什麼都可以play 但是我也有些時候我也很不屑 嗯嗯嗯嗯 那種的態度 嗯嗯嗯嗯嗯 呃米格蒂老師說她有觀察我 在某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 嗯嗯 但是我們的確是沒有給她說 我們會扮演什麼角色 那導演的確把她的歌詞發揮得很好 也調了幾個 對 提練 提練出來了四個還蠻值得探討喔 對 そして觀察一下 就是這個蠻紅的這幾位就是在媒體裡面 大家常常會提到的狀態這樣子的 妳剛剛有提到講說就是 李格麗老師有講到說她有觀察你 那她有觀察你什麼樣子的面向呢 我不曉得是不是運動啊 還有什麼一些 拼命三娘 我聽說是什麼 可能我常犯Party 這個有 她就會弄出另外一面 睡衣 睡衣Party 我就覺得還蠻有趣 她的解讀方式跟我們不太一樣 還有妳說運動的那個面向 大家都其實現在很注重健康 比如說一個Color Run 很多人一摸風 然後也很注重自己的身形 所以李格麗老師其實這樣子來觀察到你 對 因為她不可能就憑紅鞋 她應該也是有做一些觀察這樣子 然後再對於給這個歌詞一些生命音這樣 好 那馬上來聽到這首作品來自於 蔡麟的PAY這張專輯當中 以歌對老師的詞喔 然後再加上是妮子剛的作品 妳現在所聽到的就是PAY我PAY 今天訪問的是Jolin 蔡麟推出的她的PAY這張專輯喔 好 那加上專輯集呢 一定要再來繼續討論到的是她和安世的跨國的合作 這首歌曲本來就是這樣子設定的嗎 就是要和一個人合作 沒有欸 設定的是安世的 就是本來寫完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合作是 彼此都會丟一些自己覺得合適的歌 但我們有默契是我們都要唱快歌 然後沒有就是說 一個要唱書琴一個一個唱快歌這樣 然後我們就 他們日方也提供一些他們覺得還不錯的 然後我都沒有喜歡 那我也覺得說 如果真的沒有挑出適合的歌曲 就不用勉強的合作 對 我也不要唱一個我不喜歡的歌放在我專輯 然後我就挑了 我後來就想說 欸 那不然把我的歌給他們聽聽看 如果他們不喜歡我還是會唱 對 所以那時候就丟過去那邊想說他們蠻喜歡的 也願意唱中文詞 所以我蠻驚訝的 其實這樣子一來一往的時間大概多長啊 就是討論到要合作 很多個月 其實她的歌已經帶出來 眼睛就大了起來這樣 因為其他歌都已經錄得差不多了 然後就有一些歌就是 後面到真的很後面的時候 九月的時候還在討論 對 九月的時候還在討論 對 就是比如說 他們可能剛開始不願意唱中文 只覺得自己 中文發音沒有那麼標準 我知道日方在就是 發音就是 就是咬字的發明 其實真的還會蠻要求的 對 所以 後來我們有一直說服她說 我希望她不要只是只有英文詞 有中文詞 會比較豐富一點這樣 那這樣子 安市開口唱了中文詞 然後跟你合作 那你有另外的就是回饋想說 可能日後會有開口唱日文詞 跟她合作的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期望 可能嗎 我沒有這個期望 或是 我不知道他們 對於 這樣子的 合作會不會有可能 但是 你有可能嗎 我不排斥 因為我覺得日文應該 OK吧 可以 一起唱唱歌 他們一起來唱唱歌 自己對於日文的講 我覺得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我相信 安市當時在接下來 想說 要來開口唱中文的時候 心中應該也是很忐忑的 對啊 對啊 沒關係 那沒關係 我在想說 可能 開始可以來 RUAO一下 搞不好了 OK 然後而且 監修歌曲的MV 事實上 安市也是特別飛來的台灣 就是大家 很多的歌名都知道 對 所以我們 我們台灣的團隊 有非常的 熱誠地 歡迎她 也用很好的劇本 然後來說服她 來 來 拍這一次的MV 這樣 我相信 這會是一個 非常 值得記錄下來的 一個跨國式的合作 不管是在歌曲啊 造型方面的 對 其實 滿 那天拍攝 對 包括導演本人都 都滿開心的 因為大家也都是 粉絲 對 所以她表面很鎮定 這樣子 一定要 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 常常是在我們這個圈子當中啊 就是 我們 其實偷偷的都會喜歡一些偶像在 對 可是 當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要給你住對不對 對 對 然後等到就是 收工了以後 才開始就可以 慢慢把心中那個小歌名的內面 慢慢地釋放出來 對 好想要在現場看看 那個導演在收工了以後 沒有 我還叫 導演在抽驗說 導演 是不是以前聽過她的歌 哈哈 她說為什麼不然 在她面前說 欸我小時候都聽你的歌 她很丟臉 人家只是出道早啊 之類的 反正就在那邊寫 出去了沒有 導演還是 還是拚住了是不是 對啊 好內傷喔 對 昨天幫她寫一首歌好了 哈哈哈哈 把那導演心中的內傷 好好地幫她清除出來 哈哈 好啦馬上來聽到這首歌 其實來自於蔡依林的 呃 跟著我一起play我呸吧 WOW所有好聽好玩的一次到位 不管是iOS還是Android系統 現在搜尋HITFM聯播網 體驗全新娛樂臨時差 今天到了Hey Miss DJ節目的第二個小時 我就是Miss DJ Elsa 今天呢 持續地和Jolene 蔡依林來聊聊她的最新的專輯 PAY ALL 那這個小時呢 我們就從抒情曲開始了 因為上個小時呢 幾乎聽到全部都是快歌 對 其實抒情曲的比例 我覺得這張專輯當中 還蠻低的 哈哈哈哈 對 對 因為我想要做一點平衡 不要讓大家在 雖然是抒情歌 還是會有一個BASS在 所以跟其他的快歌 不會有一個太大的情緒落差 這樣子 那我的抒情歌 我覺得是要挑到對的 然後不要為了比例而 就是插了一首自己覺得 好像跟專輯沒有關係的東西 對 其實剛才從Jolene一開始 比如說要聊到她的一個 視覺的呈現啊 然後專輯的名稱啊 跟你現在又講到了 就是抒情歌曲的挑選 事實上其實你越來越重視 就是一張專輯的一個整體性對不對 你不會因為就是市場的 或者是商品公司的考量 就是像你剛才就想說 呃 我好像以為你從play裡面 想到了pay這個字 出力的很好 然後你就會說 唱片公司怎麼樣 我不管 對 我就說這個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比較多一點點 就是你要從一個 這張作品的整體性來考量 然後至於別人會怎麼想要怎麼樣去考量 我不管 對 比較多了 就覺得說 非常謝謝華納唱片公司的這個 就放手讓我做這些東西 很放欸 然後 很放欸 不知道在家裡生了幾次呼吸 對 那因為做專輯還是希望 因為做了很多張嘛 然後也有時候會有配合的狀態 嗯 所以我也知道那個 之後會不會有遺憾這樣子 所以我當然自己做的時候 不希望有一些遺憾放在那邊 對吧 因為我相信你在過往的作品當中 你想要放手一搏的時刻應該還蠻多的 可是你可能做成 達到的妥協的時候其實也不少 應該就是你剛剛講的那樣的狀況 就是說你也不想要讓自己再有遺憾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的作品的累積已經夠了 對 對 所以 所以 這一次就是放手一搏 對啊 白眼就翻了 哈哈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對 好啦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是和JJ再度的合作 因為我蠻喜歡它的在曲 曲上面的鋪層 就是很有 很容易讓人家帶盡那個情緒 嗯 然後 對我覺得它 所以會不會想要再跟它搖割這樣 我也覺得其實JJ在寫抒情曲的時候 她的 她的hook 她的鉤子其實還蠻強的耶 對 的確 沒錯 好 馬上來聽到這首作品也是 同時其實也是JJ自己的製作 就是 蔡英明的第三人稱 剛剛講到第三人稱這首歌曲的名稱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欸 第二星有第三人稱耶 對 就是故意的 我也很故意 你知道我下一段 我是不一樣又怎樣 也是有數字的概念 對 我也很故意喔 我有看到 講到這個故意的事情 其實從專輯當中的內頁啊 的曲序 我剛剛就這邊邊看的時候 我還在那邊猜你耶 因為你的曲序是E 然後X34I6 然後翻過來的時候是M890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切嘛 對 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就在那邊看啦 哪裡 這裡啊你看曲序 看有這種小窗 EX34I6 然後翻過來是M890 喔 不懂齁 知道 就你有解出來嗎 我有解嗎 我有解出來 你解什麼 就是第一首歌啊 然後第二個是Pay 你又要打X 而且才亮話 有一種土舌的感覺 對 然後第三首歌 第四首歌 然後第五首歌是I 我本來以為這個是五嘛 的意思 可是這又是這首歌當中的I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六 然後翻過來 是M890 就是第八首第九首第十首啊 然後這首歌的一開始的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小巧思 你都被發現 不管 那你又要把這個東西 其實弄在你的美甲當中 把它變成的出來 聽來不錯對不對 而且又十根手指頭 真的欸 可以嗎 好啊 沒有發現 不知道是誰設計的 哈哈 好好的給他獎賞一下 對 那你看他是誰設計 你也幫他美甲一下 好 因為你上次就是來我們電台當中 幫Brian美甲了一下就是 對 這家貼紙 哦 所以 我聽說是新玩意兒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新玩意兒 它就是有點像是光療的貼紙 就是已經造型 我做過光療 我做過光療欸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光療 但是那個貼紙就是 符合你的紙型 然後直接貼上去 還可以撐個 最多一個禮拜 如果你不 你不常常摳東西的話 哦 就是比如說你這樣 像這樣子的摳東西 對對對 哦 所以不要常摳 比如說摳痘痘 不要常摳的話 其實大概撐個一個禮拜 對 貼紙 所以新的東西 會配合你的紙型 對 就是之後 就是你貼上去之後 你會幫他修他的那個型 讓他不要太出來這樣子 哦 然後他們還有出 那些類似像以前你知道刺青 刺青 刺青貼紙的那種 對 對 它會更薄 就更感覺到貼紙的存在 哦 因為我知道像光療的話 有些人會跟我 就是講說 欸 你看那個指甲啊 就是跟皮膚會比較 不容易呼吸 那這種東西的話 可能就比較 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啊 我猜 貼紙對啊 比較不會 如果 因為我覺得做指甲是要看那個指甲師的功力 跟他用的產品 嗯 如果你 他的功力把你指甲弄得很薄很薄 很容易受傷 是真的 嗯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產品用得很毒 嗯 要不然就是 就是弄完指甲很好 那個色素沉澱 沉澱 我也有用過那個產品 然後我就是把它就是 退掉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 我那個時候的那個指甲 感覺上其實是偏狂的 哦 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他 他悶在裡面很久 然後一直就 哭C的感覺 就是很委屈他的感覺 好啦我希望這樣的技術 其實越來越進步 而且就是 就是你女生的 就越來越簡單 然後女生的美麗 又可以好好的兼顧對不對 對 還有那個一些的創意 然後欸 我們就怎麼在這首歌曲當中 都聊到這麼多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想聊的 最近還有在做蛋糕嗎 有啊 還是有 現在是做比較多的裝飾 翻糖啊 什麼的 因為我就是上那個翻糖的課 就做一些翻糖的糖 跟裝飾 在蛋糕上的東西 之前是做蛋糕題 然後不知道怎麼裝飾 OK 就是不知道怎麼裝飾之後 就是學了裝飾 所以現在就是 比較 會多練習那一塊 嗯嗯嗯 這個領域有很難嗎 就是說 可能要雕一些很細的東西 或者要弄一些大一點的東西 需要花蠻多時間的 我覺得是小的東西比較難做 還是大的東西比較難做 都難 好 中間的剛好 哈哈 這我想也是 對小的就是 把它做成一個心形呢 那就是最簡單的對不對 嗯 不一定 因為翻糖有它的難度 OK 對 那尤其是你要做很 很仿真的 比如說衣服啊 鞋子啊 嗯嗯嗯 然後 因為包翻糖沒有那麼難 但是你如果要做造型設計的話 就覺得不要難 就包翻糖是自己煮的 它們有一個 特別的翻糖的分 你自己在做調配 然後就會變成很像黏土的感覺 喔喔喔喔喔 就是有點像在玩黏土的概念這樣 感覺它可以吃 就感覺上你真的對於很多的造型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蠻喜歡的 對啊 嗯 就是很喜歡去試試看 你會不會上面就是捏麵人 有這樣子的感覺就是 有可能 就是那樣子那種造型 在廟會賣糖肉 你可能某一某一世就是捏麵人 很難說啊 對 人那麼起來 好啦你現在所聽到的歌曲呢 是收入在Jolene蔡林的 PAY醬單語當中 這次是找來維迪安 是唱了維迪安的創作 對 它是專輯第一個丟歌 然後第一個入選的歌曲這樣子 然後 也中間跟它調整了很多的旋律的東西 欸我還不曉得 就是 因為我會想到說 你唱維迪安的歌曲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陽光男孩的旋律在耶 就是想不到它丟出來是這樣的作品 對因為我 我剛剛講說我這次不要有太多的 太沉靜的東西 我雖然有點節奏感的抒情歌 然後 就有 跟它稍微溝通了一下 所以它沒有太多 陽光男孩的那個作品 但它丟的時候也沒有丟一堆 它就是丟了 它覺得這首歌很適合 然後小虎老師也是 為這個編曲加了很多分 對 讓它變得很搖滾的感覺這樣子 有哪些人丟歌後來是被你拒絕的嗎 有啊 那就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說 有關係 但我相信應該是有的 有 所以像在檯面上我們看到的這幾位寫手 比如像齊珍的作品啊 那我相信在這張專輯當中 應該其實你已經有 嘗試過跟很多的不同的創作人的合作 對 沒關係啦 看看下一張專輯 因為也許你 下一張專輯的走向又會不一樣 也不可能 好啦馬上來聽到這首歌曲 自愛自首 其實我剛才講到了呃 Jolene的一些興趣啊 或者是呃 之前跟李格力老師的呃 聊天 聊到她的觀察 其實我我也有另外一個的呃 問題想要跟你呃 想要知道一算你的想法 就是 我們知道是最近呃 微博在演唱會的當中 對 就是在排練的時候就是受傷了 每次想到就是像這個主題的時候 Jolene的新聞 或是Jolene的這個片段 又會一再被剪出來 就想說啊 就是在演唱會當中的一些呈現啊 呃呃呃 歌手是怎麼樣很努力的 想要呈現不同的面向 給他的跟朋友聽 或者跟朋友看 那對於這一次的呃 微博的這個事件 好以及你未來對於呃 演唱會的呈現方式 有沒有 你有沒有因此要會做一個 你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然後在於演唱會的呈現方面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呃 路線要走 因為上一次的 Myself的tour完之後 我已經就 就知道我下一次專 呃呃下一次去尋演 不要做的那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呃呃 台灣的演唱 尤其是唱跳歌的時候 很多時候 歌手都要被推得很前面 那這是我一直想要提升的 就是整個 在舞台上的每一個人都是表演著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一直 從頭跳到尾這樣 那我覺得Myself已經做到蠻極致的 嗯嗯嗯嗯嗯 所以呃在 所以我們才想要培養一些 呃真的我自己蠻喜歡的舞者 嗯嗯 從專輯開始就一直在身邊 我覺得就是要讓整個 他們也有機會可以在台上面幫我增添一些畫面 以及他們也可以成為主角 嗯嗯嗯 所以我就不用 呃 這麼的 站在這麼前面 我覺得有時候表演的時候是整體性的 燈光效果 整舞台上面的人 嗯嗯嗯 所以 呃 韋伯那件事情 不是一個trigger 嗯嗯 我覺得在我落幕那個Myself的時候 我已經給自己一個 呃 確認就是說 下一次會改變一個形式這樣子 嗯嗯嗯 我知道像你上次在Myself的這個演唱會之後 其實你也有把這樣子的一個心聲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呃 呃就是說出來 嗯嗯 所以其實其實就是更加的明確了嘛 嗯嗯對 然後在經過了這張專輯當中的呃 籌備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感覺到 其實你的想法上面其實有很多的改變 而且應該是說呃 你對於你自己的很多的一個呈現 其實有一些你以前覺得好像有點 繃住的 嗯 的那一個角度 旁邊好像稍微把它鬆開來 放開來 反而好像感覺上 道路更寬闊了 就 時間到了 又來了 什麼東西都可以玩得很盡興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我呃會 傾向於想把一些 可能之前在演唱會做的一些 比較需要體力的 比如說體操的東西啊 嗯嗯嗯嗯嗯 或是呃 高空調環的東西 這些為了呃 演唱會有一些新的 刺激也讓自己有一個新的東西玩的時候 嗯嗯嗯嗯 是我覺得每一個歌手都想在台上表現出自己到底帶了什麼樣子的新的好玩 那 呃 我覺得這一次的tour就 會在音樂上面做一些連接性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 其他都交給dancer是辛苦的 對 我相信Jolene的歌迷朋友們會很樂於跟她一起的成長 因為我相信呃 大家也會覺得時間到了 好像呃 Jolene應該可以在其他的方面 再帶給我們更多比如說更加成熟的呃 呃這個呃 音樂人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嗯嗯嗯嗯 對不對好非常非常的期待 馬上要聽到這首作品來自於Jolene的配這樣專輯當中的唇語 好的 嗯 明天啊選舉完了 好 你從明天開始呢 其實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跟呃 Jolene參林呢 好好的再見面 好然後 也許可以當面跟她呃 說一下就是你對於這樣專輯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好 這麼放得開的Jolene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11 哦 11月30號 阿德米亞仔啦 在台中 對 台中 下午5點在廣 廣山搜狗 嗯 然後 廣山搜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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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有個新歌演唱會在12月7號 在 松 松煙 嗯 松山文創園區的廣場前面 大家可以上 你講松煙就好 大家劈死聽火都一定會找到那個地方 好 12月7號就對了 對 可以呃 在晚上有期 免費入場的 嗯嗯 然後我之後也會簽名 簽CD 對 好OK 然後呃如果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訊息的話 可以上華納的音樂 國內部的Facebook 是沒問題 好今天非常謝謝Jolene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呃 聊了你的最新的專輯 然後最後我們要聽到的歌曲是和呃 林希老師的合作的這首 不一樣是怎樣 就是她講的這個主題是 這個主題是 這個主題是在講那個 呃多元成家的故事 嗯嗯嗯 我們這個詞也是由這個 陳正道導演 他來提供他自己的 嗯 媽媽的朋友的親身經歷 嗯的故事 嗯 然後就請林希老師來做 這樣子故事的發揮的天子 嗯 所以有這個主題 嗯嗯 呃這個歌詞出現 嗯嗯 所以這首歌曲其實真的很適合 這張專輯齁齁齁 跟大家說再見 还有今天保护跟大家说再见 最后来听到这个歌曲 讲的是爱无差别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主题 好 非常的谢谢 九龄海龄来了我们节目当中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最后来听到这首就是 不一样又怎样